二战真实事件,日本一女三十二男被困孤岛六年,人性的丑恶暴露无遗,我们中国古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,认为人性生来是善的,之所以后来有人会作恶,完全是后天污染的,因此强调修身养德的重要,与我们观念不同的是,西方人普遍认为人性本恶,因此西方的法律体系与我们的道德倡导不一样, 一般本身有罪推论而设定,至于为什么有人会积德行善,完全是因为对人生来原罪的救赎,但是掩盖不了人性的原始丑恶。 那么到底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呢?上个世纪三十年代,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,世界各国资本市场一片哀嚎,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,经济大萧条伴随的便是人口失业,秩序混乱,在这种背景下有的国家开始经济改革,推行凯恩斯主义, 有的国家则趁机转移视线,开始发动侵略他国的战争,德国在欧洲率先发难,日本在远东侧应,意大利等紧紧跟随,组建了法西斯邪恶轴心国,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,战争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。 本文女主人公的名字叫比加和子,在美国与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之时,为了生计来到南洋投奔自己的哥哥,到了一个叫巴坎的岛上,做起了咖啡店的服务生,后来在偶然的情况下,认识了在这座岛上监督椰树栽培的正一,两人年龄相差无几,又在遥远的岛屿相识投缘,因此,这对男女很快便谈起恋爱,第二年便结婚了,婚后的这对小夫妻 十分恩爱和谐,后来随着丈夫正一工作需要,他俩迁居到了另一座岛屿,安纳塔汉岛,这座岛屿也是这个故事的发生地。 位于太平洋北部,隶属于马里亚纳群岛,面积只有33平方公里,正一此时已经升值,负责管理岛上几十个从事椰子种植的工人,眼看夫妻俩的日子越来越好,但此时,日本在太平洋战局中逐渐处于下风,正一眼见局势不妙, 便离开妻子比加和子,启程去另一座岛屿,接自己妹妹来此生活,也好有个照应,正一离岛不久,美军便开始执行跳岛战术,突然调转方向,攻击安纳塔汉岛附近区域岛屿,自此,正一一去不复返,要无音信,丈夫正一失去联系之后,正一的同事间好友日下部,开始以替有照顾妻子的名义,频繁接触比加和子,在丈夫回归无望,和日下部死缠烂打之下, 比加和子慢慢接受了他的爱意,两人开始发展成为热恋关系,二,一女三十三男孤岛求生,他们就这样,在岛上相安无事地生活了几个月时间,直到一天一艘日军物资转运船,在安纳塔汉岛附近被美军击沉,一切都发生了改变, 因为这艘船上幸存的三十一个日军船员,爬上了这座岛屿避难,很快时间来到一九四五年八月,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,美军军舰通过反复广播,劝导岛上居民接受投降,随后,大批原来在岛上生活的原住民以及工人,都纷纷乘坐美军船只领导,最后,只剩下来自日本的比加和子,日下部以及三十一名船员坚守岛屿, 他们不愿意相信日本投降的事实,以为是美国人在哄骗他们,生怕投降美国成为天皇的叛徒,一开始,这些船员和日下部,还经常操练一些防空演习,以便在美军空袭时能顺利逃生,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,逐渐平安无事,这些人便放下戒备,开始享受岛上的生活。 要说这个安纳塔汉岛,由于本来就是有人定居的地方,生存下来非常容易,并不像鲁宾逊漂流记中荒岛求生那么艰难困苦,相反岛上物资十分丰富,不但有日军以及原住民遗留下来的生活物资,安岛上可食用的动植物也是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的。 因此,这一女三十三男,在座岛上生存下去,根本没有任何温饱问题,一开始,他们还过得有滋有味,经常搞一些派对活动,搞搞露天烧鱼啥的,十分惬意。 俗话说,保暖似淫欲,既然在岛上填饱肚子,没有任何压力。 那么慢慢的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享受和胜利释放,而岛上又没有其他精神娱乐活动,人也就他们三十几个,实在过于无聊。 于是,一些男人便把目光齐刷刷聚焦到了岛上唯一的女人比加盒子身上,他们会趁着派对的间隙,趁机开一把游,当着比加盒子的面说一些昏段子。 而此时的比加盒子正值花样年华,充满青春活力,他的一举一动,一颦一笑都足以让岛上男人痴迷不已。 比加盒子这个女人已经点燃了男人们狂躁的身体,很多男人开始私下里和比加盒子接近。 想一亲方则,并将其据为己有,面对一群男人的虎视眈眈,日下不深感忧虑,于是他请来岛上最年长的男人,为他和比加盒子在众人的注目中举行了简单的成婚仪式。 但是,这样做的目的,就是要阻断那些想打比加盒子主意的男人,让他们没有理由再来觊觎他。 这样做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,大家开始沉静了下来。 由于岛上医疗资源匮乏,生活条件简陋,此间有两个年纪稍长的男人病死了,但是几个月后,一次意外发现了美军坠毁战机。 打破了原有的平衡,岛上的男人们在山林中采野果之时,无意中在一处山坡发现了一架美军坠毁的战机,众人立刻开始寻找有用的物品。 其中两个叫田中和松伟的男人,竟然在战机中找到了两把枪和几十发子弹,他们立刻一人一把据为己有,在两人得到枪支之后,很快一个与他们不和男人便离奇死去。 二人则声称,这位死去的同伴是被面包树上掉下来的树枝砸死的,其他人对于同伴死因都心知肚明,但是谁也不敢提出异议,胜怕惹到这两个扛枪的家伙。 为自己遭来横祸,见大家都如此懂事,田中和松伟则更加专横跋扈起来,平时没事就仗着有枪欺负别人,后来他们甚至直接持枪闯进比加和子与日夏部的住处,要求与日夏部共享比加和子的身体, 面对两架黑洞洞的枪口,日夏部为了保命,很没骨气地同意了他们的要求,答应与二人同享比加和子,一个接一个的死亡事件,就这样三男一女过起了奇特的夫妻生活,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多,田中和松伟却起了内讧,田中干掉了松伟,自此两把枪都归于田中所有。 独占枪支之后,田中更加娇横,动不动就对与他共享比加和子的日夏部一顿折辱,日夏部每天都深感惶恐,于是主动退出比加和子丈夫序列,将其完全让给田中,自己则到另外地方独处,但是奇怪的是,日夏部才走没有多久,田中就因捕鱼不慎落水而死,三个月后,日夏部也因食物中毒,死在自己的住处, 这之后,又有好几个基于比加和子的男人,纷纷暴毙,面对男人们,一个接一个离其死去,岛上剩余的男人极度不安,生怕自己是下一个死者,但是无论怎么调查,也没有找出具体的死因,于是他们把问题的原因,归于对岛上唯一女人比加和子所有权的争夺,为了保命,岛上男人们下定决心,不再因为女人惹麻烦,大家商议好,一起站在比加和子的面前,让其无论如何,挑选一个自己满意。 男人,然后一起生活,其他男人则必须尊重比加和子的选择,不再因此横横生事端,引发死伤,同时,为了永绝后患,男人们还把田中的那两把枪,当着大家的面扔进海里,男人们本以为岛上的杀戮,会因为这次的行动而终止,但事实并非如此,此后仍然每过一段时间,就会有一个男人的尸体出现,此时,剩下的男人,又开始在一起商议,他们回顾了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, 最后认为,无论同伴们怎么死的,都和岛上唯一的女人比加和子脱不了干系,因此,男人们为了保命,合一之后决定,为了永绝后患而杀掉比加和子,但是,男人们的商议的计划,却被比加和子无意中听到,于是,他连夜慌忙跑进山林,在山林里躲避了数日之后,看到一艘美国船只经过,便不管不顾大声呼救。 最终,比加和子成功获救,被美国人送回日本,比加和子离开一年后,日本政府得知安纳塔汉岛上居然还有尚未投降的皇民存在,便大费周章地专门安排船只前去接人,而此时,岛上仅仅剩下19个男人,面对来接他们回国的日本船只,这些男人才最终接受了日本已经战败,战争已经结束的事实, 这些男人回到国内,很多人妻子已经改嫁,父母已经故去,家庭也支离破碎了,战争和安岛上事情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,而比加和子回来后,丈夫正一早已另娶,而作为岛上唯一的女性,很多男人因她而死的消息也不静而走。 一时间,她面对于无数舆论冲击和社会指责,甚至被媒体冠以封王,安纳塔汉岛女王等充满戏谑和鄙夷的称号,但是,在安岛上整日面对生死存亡的比加和子,早就练就了强大坚韧的内心,她对这些负面的评价,根本不理会,甚至还趁着安纳塔汉岛事件在日本引发的热度,频频本色出演同名的戏剧,影视剧,从中获取报酬,51岁时,比加和子因脑流去世。 结束了其传奇曲折的一生,随着比加和子的死去,安纳塔汉岛上所发生的离奇故事,也随之引入历史尘埃之中,但是,谁是凶手,至今仍然是个谜。或许,真正的凶手并不是某个人,而是人性中存在的那些恶。